新聞一開始來看中華市 山東路一間泰式涼冷店 這起是團出火警 小鳳叫接到報案之後 派出大部的林丸前往打火請求 合格在要不開店 沒有任何的林丸受傷 農園不斷衣服來穿出來 小鳳林丸是趕緊用破海棄宅 就門打破 這間為在中華市山東路 邊的泰式涼冷店 正常有農園穿出來 當準備要開門營業的店員 發行熱烙是團隊報警 我來看到冒煙 就是那個車行老闆跟我說 我還停車到在你的時候 他說欸你們那裡冒煙喔 早上十點啦 所以我才十點開門啦 準備要營業而已 準備要去開門 小鳳叫表示 這條報案熱烙 馬上派出六台的小鳳車 十多名的小鳳丸 官奧行長 發行一勞到二勞農恩日報 除了冠罪祝福以外 要用大型的挑風機 將農恩挑出去給我 十多分鐘之後 改渡危機 我們抵達現場的時候 有煙從鐵門冒出 然後我們經過了解 是沒有人員受困 我們立即破窗進入 發現是變電箱集火 然後我們迅速將火勢扑滅 請求規定當中 七八名準備要來上班的完工 看到公司火災都很無奈 小鳳叫粗暴發余 一條零點來變電受機會 好家在沒有人員相忘 老中華新聞 問到四人中華 彩虹報道 我喜歡的